以爱如潮水 爱就一个字等歌曲文明的张信哲 不仅是名歌手 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收藏家 10月16日 明朝艺术展在上海军团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张信哲带来了他收藏的月份排化原稿 和20世纪相关的服饰等百余件展品 向观众展示老上海文化的魅力 讲到老上海就会有这种美女画报的这种概念 我想看过海报的很多 但是看过原稿的人真的就很少了 包括其实我们这一次也挑了大概将近40件的旗袍 那涵盖了10年到40年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真的上海的时尚潮流的演变 从家具木器明清服饰到明初旗袍 张信哲已经是位资深收藏家了 曾举办过清代女性服饰展 台湾早期家具特展等多个展览 收藏资历超过20年 而此次举办以月份排为主题的展览 是张信哲首次向外界大规模展出 他在月份排这个小众门类的收藏积累 谈及当初为何收藏月份排时 张信哲表示 90年代初他因音乐造访上海时 就对上海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中包括老上海文化之一的月份排 同时艺人这个职业本身就是走在时尚的前沿 月份排则代表了民国时期潮流的顶端 一张优雅的月份排能为自己的创作带来很多的灵感 张信哲告诉记者 此次展览他从三年前开始筹划至今 还特地邀请了演员黄轩 为展品录制音频讲解 他希望通过此次展览 让更多人了解认识并爱上月份排 爱上月份排背后的文化 并重新观察审视前辈留给我们的丰富精神文化财富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2021年4月4日 展览期间张信哲还将多次来到现场举办特别讲座 并出席书籍签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